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及动线通道狭窄的印象 选择品牌也是一目了然 还有全台唯一专属男性的化妆品专区 二楼女鞋的部分引进香氛体验 精品摆设销售的全是MIT女鞋 创新稳住龙头地位 东区SOGO去年即便受到疫情影响 仍然创造出全管120亿的无业额 全管约有9188瓶 皮销却可以达到120万元左右 是全台的皮销王 公式化妆品每年就可以创造31元的业绩 那动作翻新 迎战来势汹汹的新光三月 会吸引信义商圈的百货会过来 那表示送销商圈我们做的真的很棒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真的很高兴 有其他的同业进来 我们一起把商圈做得更大 主战场在新一区的新光三月 今年8月抛出震撼弹 与该门韬尔签约 宣告将正式挑战东区市场 制品牌可为7年再度展变 新厂场规模涵盖AP两栋 够8个楼层 将汇集100家指标性的 时尚潮流柜位 最快2022年开幕 未来来说的话 东区也应该会是 既新一计划区以来 这个所谓竞争最系列的 一个百货的商权 未来东区将有SOGO 秦光三月回封百货三大龙头 老百货提前备战改装 努力巩固 贫效王的地位 山区许志琼方强 太不倒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